大家好,我是Dan 每年1月1号爆料韩国艺人们恋爱消息的迪社 今年因为不得已的情况 所以在12月31号爆料了《爱由于宜中策》的恋爱 到底是什么必不得已的情况让迪社着急了呢? 昨天在NBC游戏地产以冰毛死时隔6年 再度拿下大奖的演员宜中 宜中在得奖感言中 首先是对工作人员演员们致谢后表示 在退伍之后我心里有很多苦恼也很害怕 那个时候有一位帮助我引导我让我能争面思考的人 我想对他说谢谢你总是那么帅气 我喜欢你很久了真的很尊敬你 看着那位朋友就会让我反思 我应该要更努力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也会反省我过去的日子 以后我一定会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但是因为始终都没有提到真名 没有说出那位朋友是谁 所以在这个得奖感言后 马上就在论坛引起了热议 虽然不知道主语是谁 但是好喜欢他的感言 在这种场合说那种话 好像是想要告知一样 如果是那样一定会因缘的 虽然是过去时 但是会在得奖感言说这些 应该就是要结婚的人吧 不管是哪一边都感觉好帅 好像是电视剧一样 可能是已经被迪摄拍到 1月1日会上报 所以才会先说的 对这位网友猜对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得奖感言 迪摄不得已在今天12月31号 爆料了IU与宇宙去日本旅游的消息 而IU与宇宙的两家经纪公司 也都承认了两个人的恋爱 哇真的想都没想到 太太太相配了 真的真的要长久幸福 两个人真的好相配 希望能有幸福的恋爱 重新看已中属的得奖感言 觉得很有道理 应该要更努力的活 对方是IU呢 地车本来想要1月1号报道 但是因为得奖感言 怕别的媒体先报道 所以就早一天发表了 好像感觉地车被打脸了 所以有点莫名的高兴 总之希望IU与宇宙能够幸福 又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 首先想要说的话还是那句话 谢谢你们 田区频道是从2018年10月开始的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更新影片 这四年来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大家的每一天 相信有些人除了家人 甚至还要比家人更常见到我 对此真的是真心的感到谢谢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2022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这一年的陪伴 2023年我们也一起努力吧 那么今年第365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明年再见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里就想要 我们下期再见